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個 就是可制定短紙的那個部分 事實上Google也有提供一個短紙服務 可是我們現在就是發現 這個短紙不管是短紙還是廠的網址 如果你有大小寫的 或者是不規則的 其實我們一般要記 第一個不好記 第二個要打不好打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這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這一個 我們這個 這一個好了 來 你用打的你打給我看 光對就對到 因為大小寫錯就進不去了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複製一下Ctrl加C 我們到gg.gg來看一下 你就直接gg.gg 這樣就好了 好這樣就可以直接進來 那如果呢我先把這個網址貼進來 如果你沒有特別勾這裡 那他產生的網址跟Google一樣只是變短而已 還是不規則的 那重點是我們把這個地方勾一下 你把這個 自訂網址勾起來 有沒有發現後面可以自己打 那最簡單的你就可以用 比如說今天的日期 不好意思這個被我用走了 所以你就自己後面自己想辦法 比如說你可以 原則上我們就是用什麼 用那個 網址允許的 比如說你的底線 Dash 英文 數字 都可以 都可以 比如說我想要加上這個 P1 這樣就沒有用啊 那我就把按下 短紙 有沒有產生一個 如果你有好處下面這個網址你就可以用 這樣子識別率是就高很多 對不對 即使你我們在一般教室同學要用手機 去輸入也相對容易 還是老師比較喜歡用QR Code的 全部同學起立 大家都照著前面 哈哈哈 QR Code也是一種方式啦 但是有時候QR Code 有的人比較遠的他說老師我少不到他就 跑到前面 但是用這個 夠短的話 其實就OK 等他的唯一缺點就是說今天這個如果有人跟你用一樣的 那就被人家用走了嗎 你就不能用他他告訴你很抱歉就被用走了 就是你可以制定的這個這樣有好處 這是最近 有看到一個那個 台中市的那個國小老師在用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這樣OK嗎 好所以這個短子的服務我們先怎麼樣 先用一下 好 好